Hello 大家好 我是远方君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上海的东边 上海宝山区 吴松国际邮轮码头这一边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就是万里长江的入海口 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是万里长江的入海口 然后前面那里 前面那边是黄浦江的这个入海口 这个长江的入海口是非常的开阔的 长江入海口中间有一个岛屿 这个岛是中国的第三大岛 叫做崇明岛 以前是上海的崇明县 现在是崇明区 海区呢 这个岛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呀 它是中国第三大岛屿 它其实是因为长江长期以来的冲击 然后形成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上面是看不到的 因为这个入海口 这个江面和海面基本上是两为一体呢 是很宽阔的 很远的 现在那里我们能看得到啊 那个建筑啊 就是从这个岸边伸出去的一个建筑 就是吴松国际邮轮码头 这边这个航线的话是一个国际航线啊 到韩国呀到这个日本呀 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呀 就是那种游轮啊 就是从这个港口啊出发的呀 就是上海的国际航线都是从这边出发的 万里长江啊 长江是从青海玉树那边发源的 三江源经过青海西藏 然后从四川那边流上来 中国第一大长河 第一大河 世界第三大河 就在这里做海口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边是一个江基 很多都是人工的这个房子 这个就一段